大家好,今天是1月7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美股2024年开局惨淡,调整会持续多久呢? 美股新年开局不利,投资者在2024年一时突然变得谨慎起来 货币市场基金再次获得青睐,人们正在等待美联储何时开始降息以及降息速度的进一步明确 对于市场而言,接下来挑战将接踵而至 通胀数据、财报季等因素都将成为本月利率决议前美股的重大扰动因素 美联储或将更加耐心 作为上周最关键的数据,美国去年12月费农报告大超预期,新增21.6万个就业岗位 失业率维持在近期低位3.7% 薪资增速持续火热,同比增长4.1% 较去年11月份提高了0.1个百分点 稍早前公布的初请失业金人数也降至了20万关口附近,显示就业市场依然韧性十足 不过服务业扩张放缓给美国经济敲响警钟 供应管理协会数据显示 上月非制造业PMI从去年11月的52.7%降至50.6% 为5月以来的最低值,已经接近融枯分界线 服务业占全美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 飞向指标中就业指数已经降至近三年半来的最低水平 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BS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整体就业数据表现不错,季节上存在一些问题 从美联储的角度来看,收入增长加速,劳动力参与度下降 两者都不是好现象 他认为,考虑到罢工、假期等因素 年末数据中有很多噪音 随着货币政策的影响显现 未来劳动力市场放松会逐步明显 一系列数据也让美联储可能在未来的政策立场上保持耐心 事实上,在去年12月会计要中 政策制定者在未来利率路径上存在较大分歧 虽然谈及了降息选项 一些美联储官员没有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也有不少的委员认为 可能需要将目标利率保持在高位的时间比预期要长 受此影响,美债收益率上周大幅上行 并创下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重回4.0%以上 盘中一度触及4.10%关口 与利率预期关联密切的二年期美债则逼近4.40% 为近三周高位 根据智商所利率观察工具 今年3月降息的可能性已经从此前近80%的高位 回落到60%附近 市场也将下修了年内降息超过5次的预期 那么一个投资分析师叫RM认为 数据证实经济强劲 软着陆正在成为现实 从目前的情况看 5月份可能是降息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施瓦茨对记者表示 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在年末有所降温 但就业趋势保证了扩张仍在延续 从会议机要看 美联储正试图引导市场 首次加息的时机仍悬而未决 可能取决于即将到来的通胀和明义工资增长 他进一步分析称 未来经济放缓和就业市场平衡的速度 将成为美联储政策拐点的关键 考虑到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定价 美联储与外界的沟通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美股新年开局惨淡 在一波周线九连扬结束2023年之后 美国股市在新的一年里开局艰难 其中去年表现尤为出色的纳指 创下了2022年以来最长连跌记录 中东紧张局势加剧 对股票和债券超买的担忧 以及美联储可能无法像预期那样 迅速降息的恐慌 都被认为是导致抛售的原因 一个策略师SS认为 在经历了阶段反弹后 看到市场出现一点获利回吐 这并不罕见 投资者开始认真考虑将面临的不利因素 现在的心态是市场的正常起伏 有点偏向于避险 资金流向显示 投资者上周选择大举出逃 等待进一步证据 支持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轮交所的数据显示 美股基金单周竟流出55.4亿美元 与此同时 美国货币市场基金 获得近570亿美元的净买入 这是自去年11月29日以来 最大的单周最高记录 根据美国投资协会统计 新年第一周 美国货币市场基金 总资产升至5.965万亿美元 再次刷新去年12月创下的历史记录 对于市场的资金流向变化 一个投资策略师ML表示 这是一种防御性的轮动 表明投资者对股市持谨慎态度 这种在超买情况下重新定位 距离完成似乎还为时过早 财新理财在市场展望中写道 2024年股市开局不稳 波动率VIX上升9% 表现最好的四个板块是 医疗保健 能源 公用事业和消费必需品 去年表现最好的信息技术 和非必需消费品则垫底 现在的问题是 最近的轮动交易将持续多久 该机构认为 未来一周有不少因素将影响市场走向 包括财报季开始 关键通胀数据 以及技术面的短期超卖 随着十年期美债升至4%以上 美股可能继续面临调整压力 市场可能出现前低后高的走势 从近几份数据看 通胀报告都能获得投资者积极响应 财报季也有望是反弹的催化季 金融板块的业绩和指引将成为关键 上期节目我们分析到了台积电 我们继续从亚马逊的图开始看起 那么亚马逊的图 近期在左侧我们看到周线图上 左侧这方也是大多的密局的震荡区间 表明历史上也曾是重要的阻力区 我们不妨就把这根线调整到 近几周的周线高点附近 作为阻力区 对吧 本周我们在早些时候就提醒各位 可以适当进行减持或者是离场 那么对于下跌趋势呢 我们要画好 本周的周线还算是比较强势吧 对于亚马逊来说 我们看一下日线 多头反攻了没有 反攻的力度还是不够哈 带有长长的上影线 我们看到日线图 MACD还是一个死差哈 那么这样的话 想要回归到一个多头波段呢 至少呢要给出一个横盘震荡 那么悲观一点呢就是微微震荡下行 是吧 震荡下行 那么之前减过持的哈 就可以观察接下来是怎么止跌的问题 对吧 因为他这个图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深跌的情况啊 当然也有浅跌啊 因为猜不透 所以减持是比较正确的处理模式啊 处理方式 对 好 我们就继续观察就可以了哈 对于龙头股 德州仪器看一眼 他的周线图呢 表现的和一些啊 传统股比较像哈 啊 那么 和一些啊 在底部震荡的一些小白股股也比较像 因此呢 多头呢 也可以先拿一拿看一看 毕竟呢 他啊 这一两年呢 一直都在这里震荡哈 对吧 也没有跌破这个横向的直征区啊 所以这样呢 多头呢 也仍旧可以以局部波段交易为主 那本周周线也是一个回撤哈 但是他由于他 没有像其他股那样大暴涨啊 所以大家可以再拿一拿看一下 我看一下日线啊 也可以少量减持啊 他这个图感觉像谁呢 像那个福特汽车 对吧 福特汽车也是这种图 所以呢 他的这个相对风险会比 去年一年暴涨的图要低一些啊 所以有没有可能跌成熊市啊 在熊市里就没怎么使劲往下跌 所以暂时还不要看那么悲观 对吧 这是熊市中 对吧 也就这样吧 所以呢 暂时我们先看一个局部波段吧 但是现在也有震荡的可能性啊 所以多头也可以少量减持啊 也可以再观察一下 不要看啊 不要动啊 好 我们看一下SE这个图的周线 那这个图的周线呢 它实际上仍旧处在大型的下跌车的下方 也就是说整体空头的态势并未被多头强势的逆转 本周的周线呢 又是一根阴线啊 表明上行的动力还是有一些阻力啊 也许这一个周线也是受到大盘的动向的影响 因为本周大盘是阴线吧 啊 那对SE来说也没有走出强势的多头 它本身就处在下跌车线左侧 因此多头的低预期是反弹啊 啊 但是啊 也有一些行业啊 比如说 呃 医疗保健啊 啊 或者医药 或者是这个金融板块啊 都出现了一个第一浪的突破浪 但这个就没有啊 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完全一样啊 所以多头呢 如果你做了左侧的处理的交易的话 你要注意你的止损点 你要自己画一个啊 那么右侧交易者可以继续等待 对吧 右侧前面没给出吧 周线啊 本周周线跟之前阳线差不多哈 所以东方双方 目前的力度是差不多的 强度强弱是差不多的哈 但由于处在下跌车线的左侧 我们假设它 仍旧是处在空头的势力范围内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是这是有一个小多头 但是你看啊 看看接下来能不能再弹一下吧 对吧 日线图呢 呃 空头有些下落哈 那么下周最好是止滴啊 否则这个左侧这个这波反弹 就再次表现出无力的状态啊 就会打击多头的信心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这个pass 周线啊 那么它的周线呢 也出现了回撤啊 本周回撤的力度还是比较强势哈 周线图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我们啊 在去年年底复盘的时候说 画好一个平行通道 如果它跌破了呢 就要减持 你看新年啊 这四个交易日 大家都跟大盘一致哈 大部分图都是回撤 所以多头减持是对的啊 或者是先离场 同时呢 画好小盘股的下跌小趋势线就可以了 对 对于小盘股 我们减持是比较合理哈 因为它有时候上下波段 涨跌的波段都比较长 对吧 更为合理比那个龙头股啊 其实龙头股这边 有些龙头股跌的也比较深啊 但脚盘股应该会更深 因为它更活跃嘛 波段更大嘛 对 我们看日线图 多头强势反攻了吗 没有 我们说多头的反攻必须得大阳线哈 强势的大阳线 有一个人还不够 还得多个人哈 连续上去 然后回落 星科二色底 对吧 现在啥也没有哈 更像是下跌中的停顿啊 下跌中继哈 然后继续下跌 因为我们是顺势预期者 那么如果我们看局部的龙头小波段 我们应该假设它还没有彻底的终结 是吧 直到看到强势的反攻哈 没有吧 日线图MCD还是一个强势的开口死查哈 因此多头呢 应该继续观察多头反攻的一个情况 说这些支撑区可以带跌回来吗 啥都有可能 对吧 啥都有可能发生啊 我们看一下英特尔的图 好 英特尔的图呢 也出现了回撤啊 多头 理论上啊 本着都是减持周啊 对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那么这样的话 画好一个局部的下跌出线 多头强势反攻了吗 没有啊 没有 说这个绿色是什么情况 绿色的也是阴线 它怎么是阴线呢 这根绿色的K线的收盘价在这 但是它前一个收盘价在更高的位置 在这 在这红色的下面这 你看还是VD是吧 那这个周五这一天呢 周五这一天是小阳线 上涨了0.04% 多头强势吧 不强势 对吧 因为周五这一天才是阳线嘛 周四是阴线啊 不要被阳 不要被绿的灰了哈 要看实质 当天的博弈是空头剩 那么周五只是微微的上涨了0.04% 多头强势吧 不强势 因此这波回撤呢 还没有彻底的终结 嗯 好 注意目前的用词还是回撤哈 那一旦出现极为不利的情况 我们会调整思路的哈 但极为不利呢 只有在重大的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才会有哈 所以暂时呢 先先看回撤 当前的运动是一个回撤行情 好 我们看一下博通AVGO的周线图 我们对AVGO的思路是什么来着 在去年年底复盘 我们说啊 我们先假设多头还没有彻底终结 直到它出现空头的反攻 啊 同时也在上周提醒各位了哈 本周提醒各位了 对吧 如果接下来 对付这根横线呢 可以减持是吧 提防它深度回撤啊 本周呢 跳空低开 随后往下砸了一个小阴线 其实也不算太巧啊 中等强度的阴线吧 表明这波回撤正在进行中 我们看一下日线感受一下 我们画了一个横盘的啊 除下跌破啊 就先出来啊 或者是先减持 对吧 画好下跌趋势线 刀头反攻了吗 没有 没有强势反攻 啊 我们应该等待下跌趋势的右侧直跌架构 再去做下一轮 说跌多久 不知道 你看之前也有这种跌法的 啊 也有 也有这种跌法 也有这种跌法 也有这种跌法啊 怎么都有 所以能减持 是吧 日线团MCD 还是死差的哈 先不要急 有反弹的呢 有反弹看强度 AVGO啊 他的这个做法 跟大盘完全一样啊 周二的 我们的周二盘后 我们就提醒了 周一盘前说 要跌的话要减持 周二盘后看到跌了 大盘跌了 对吧 而且纳指跌的力度还挺大 我们说要减持啊 周三周四周五都是阴线啊 基本上啊 周五是一个小阳线啊 微涨0.03% 多头不够强势 对吧 所以本周啊 都是减持 好 我们看一下 木头节的周线图 你看 又跌回来了吧 我们特别提醒过哈 这个小盘股 它的里边有部分股 是小盘股 影响比较大哈 因为它的走势跟小盘股 差不多 它没有完全按照这个 它持仓的龙头股 自己走 因为龙头股呢 咱不说哈 因为这个英伟达 它没怎么持仓哈 这个ARKK 莫特姐没怎么买 这个英伟达 它错过了 而特斯拉呢 今年涨了两波 是吧 新的一波 最近这一波呢 有点磨叽哈 又回来了 所以大部分的图 ARKK的贡献者 主要还是特斯拉和一些小板股 所以它这个图呢 目前没有陡峭的拉升哈 但凡它买有这个英伟达 也会走一大波哈 没有 对吧 那么本周的周线跳空低开 随后往下落啊 我们说坚持等待回撤 现在回撤 只跌了吗 没有啊 没有 下野线太短啊 也没有 我们看一下日线 也不是说像这个强势反攻的样子啊 更像是下跌停顿 然后继续跌的感觉 你看这个日线短MSD 也是一个开口死差啊 死差开口 越来越大这口 表明空头势力还在哈 下跌停顿 你第一反应应该是顺势预期 我们这里是顺势预期 下跌停顿下跌啊 但如果反攻了呢 反攻就要判断 它是反弹 还是真正的这个反转 对吧 如果仅仅是一个反弹啊 还要看空头再次下攻的意图 如果还是很强的打银线 那就应该是ABC的啊 好 小苹果很猛的哈 有时候这个波段 包括下跌波段哈 也很猛 网友说 今年不说直勾勾了吗 为什么不说呢 直勾勾的图永远都是有直勾勾的特点 下跌直勾勾也算是直勾勾啊 那么一旦直跌之后 再恢复到多头那个波段 它也是直勾勾化 所以 所以啊 大家不要乱说话哈 对吧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说今年股市整体可能偏弱势一些 但是直勾勾的图还是倾向于直勾勾 是吧 那些波段还是直勾 是吧 所以啊 这位网友 这位会议员粉丝 他并没有理解什么是直勾勾 直勾勾指的是活跃度啊 波段都比较流畅的那些图 即便是弱势牛市 他还是那样 是不是 我们做的是波段交易 我们喜欢啊 这个 你是弱势牛市 大波段震荡也行啊 直勾勾的图也行啊 反倒大盘股比较 不容易实现那种直勾勾的图 对吧 但是去年大盘股 也就是龙头股 也有很多图是直勾勾的 对吧 这时候呢 中小盘不就有优势了吗 大家都是做短线投机的了 对吧 那么更会直勾勾 因为资金又重新留到了 分配到了一些中小盘 特别是小盘股 更容易直勾勾了 仔细理解一下 反倒大盘股 想要直勾勾 必须得使劲直勾勾跌一回 才能后续 再有一波直勾勾的多头 好 我们看一下奈飞的图 其实奈飞图也有一点 倾向于局部的直勾勾图 对吧 他可以直勾勾的暴跌是吧 那么近一年多以来是直勾勾的反弹 恢复到多头 那么现在空头呢 还处在相对弱势的回撤的范围内 本车的周线呢 有一点下营线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继续在震荡上行一下 看一下日线 下跌反弹是吧 你看周五又显现出空头的态势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看看周一周二 下周早些时候回落直跌的一个情况啊 但如果空头再次会不太强势 表面这波回撤啊 没有结束啊 啊 他的有些局部波段也是比较直勾勾啊 下跌也直勾勾 上涨也直勾勾 再次轮到特斯拉的周线图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些线删一下 重新看一眼啊 那么这个图的特点呢 就是第五浪啊 非常的复杂 特别是啊 这个近期 对吧 他的这个业绩的预期呢 大家对他不是说像之前那么乐观啊 表明了经济的这个 小小 那周线图我们这么一画 你会发现 哎 怎么又到这又停了 是的 这根平缓的下跌趋线 目前仍旧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啊 或者是阻力 我们啊 之前呢 也是希望他能像有些行业 比如说coin 这一浪呢 给我来个陡峭的 但他呢 在这几周就不 人家那个区块链行业就 来一个陡峭的大五浪 所谓大五浪就是 一二三四五 是吧 上去了 那个行业就上去了 这个行业就没有 特斯拉就没有上去 说为什么呢 各种原因 是吧 咱们就分析不透啊 他到底为什么 总之呢 就现在就没没没能走上去 那么周线图给人的感觉 正在进行新的一轮的回撤 或者叫震荡 对吧 我们找到一个长期的趋势线的话 在这儿啊 所以呢 我们要看啊 到225 220到230这一带啊 能不能止低 对吧 那么这个趋势线呢 是按照近两个低点算的 最低点就算了啊 因为太陡峭了 因为你最低点的话 陡峭的是这个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先闪掉 没用了 我们不妨呢 画一个这个低点和这个低点的一个趋势线 看近期 好 能不能跌到225 或者220到225 这个位置 形成止跌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它就形成了一个局部的收敛震荡行情 是吧 是吧 下跌趋势线和近期 今年以来的啊 去年以来的上涨趋势线 啊 这个收敛三角里震荡 对吧 具体跌破下去呢 还是上去 我们说 我们对市场的震荡行情的预期是中性的哈 中性的 特别是大级别的趋势 交汇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近期的趋势呢 是多头 我们有点倾向于再止跌是吧 对吧 所以呢 届时也要看大盘的脸色啊 大盘如果也要回撤 要止跌的话 特斯拉就有可能恢复到一个多头的波段 是吧 所以短期啊 近一个月啊 接下来几周吧 特斯拉的表现 有可能是在这里 先落下来 再弹起来一点点 那如果大盘不能强势止跌的话 特斯拉有可能跟大盘一起继续往下跌 是吧 说美股一定会乐观吗 我相信啊 经过了大熊市和大牛市 再经过大牛市 是吧 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反转 你也会逐渐认识到市场发生什么 画出什么样的图都是可能的 对吧 不管你是加息降息 还是经济 是通胀 还是通俗 还是什么大选 还是不大选 是吧 还是怎么样 你看过去这几年两位总统是吧 发生巨变 过去这几年超级通货膨胀 以超级通货 以及超级降息周期 迅速降息 是吧 包括这些外带地缘政治的影响 对吧 包括经济的不断的波动 还有疫情 你就会发现 在资本市场里的价格 K线波动是随机的 接近于 有一定的整体随机性 但也有一定的局部的波段性 是吧 所以他想再跌下去 你觉得可能吗 你要打开这样的一个思路 也是有可能的 说乐观的情况会怎么样 就在这正当完了局长 看会不会这样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就是这样 不要太执迷于长期的一些东西 好 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 目前多头还是应该要往下再预期一下 还要再跌一点 对不对 好 我们先说到特斯拉吧 下期呢 我们从比特币开始飞盘啊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再见 下期再见